那我们现在就要跟各位来分析一下如何分析咯 我们在分析之前呢 可能要请各位先确定 这些资料进来不可能刚刚好 什么叫不可能刚刚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边有第一个 各位应该要知道就是 我们现在谈的是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分析 视觉分析在这里 所以目标在这里对不对 可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人习惯看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第一个叫报告 视觉化报告 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叫做仪表版 这个画面就叫仪表版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叫资料表 这是各位都知道 举例来说我想要去看订单资料 那例如说我想要去看退货资料 有看到退货订单 然后再去看什么 这个销售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订单 它是不是帮我把这个栏位都对应好好的 可是这一个 这个叫退货 点一下退货 你有没有发现退货这边 column 1 column 2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部分改名叫做什么 这个跟订单里面 应该叫做订单ID 对不对 这应该要改成一模一样的名字 可以吗 就是这个部分呢 不应该叫做什么column 1 应该叫订单ID 那这边应该叫退货 那接下来销售人员 这边应该叫做地区跟地区经理 有看到哦 好 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们稍微知道资料 资料就是看资料表 是大家都知道资料表 好 那资料表呢 在这个地方有发现 它为什么不会帮我向订单啊 订单了解说 这个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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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是记录 而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销售人员 你有没有发现 它根本就无法区分出来说 谁是标题 谁是记录 那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地区跟地区经理 我要自动让它判断 变成应该叫标题才对 这不是记录吗 这应该是标题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要学会编辑 你看哦 在首页 首页下面 你看这边只有两个功能 有看到吗 两个功能标签 其实大数据分析 不是为了要请你学 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 就只有query 资料铺 我们几乎后面都爱学query 好 跟什么 视觉化效果 就只有这两件事 那所以第一 我们点就是我现在是不是要编辑这个资料表 编辑销售人员这个资料表 然后点选首页底下的编辑 编辑 这边上面这一个 这个是常用的 就是在这里面不是有很多功能吗 这个是常用的 好 编辑什么 我们现在要编辑 退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整个资料表 这左边有一个选项 这左边有一个选项 基本上我都不太教你上面的功能 上面功能其实用到的频率不高 基本上都是直接在资料表里面去找功能 找什么功能呢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这样就做好了 可是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刚刚没办法自动区别 因为哦 因为他认定的一个标题列的属性 就是每一个标题应该都是文字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文字 那记录呢 记录的一个变化性 可能是有日期 可能有文字 可能有数字 各式各样的属性都会有 好 你看一下哦 在订单里面 订单你看是不是每一个是不是都是文字的性质 那记录呢 是不是有阿拉伯数字 有日期 有文字 可是刚刚这个地方销售人员 有看到这是文字 这一列都是文字 这记录内容全部都是文字 他就以为说你是这个资料表没有标题列 所以他就自动的赋予给他column1column2 所以记得我们汇入资料进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记得就点选什么 编辑 首页底下 是不是刚刚有一个编辑查询 点选编辑查询之后呢 记得销售人员这个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那请问退货呢 退货是不是一样 所以点选他使用第一个标题列作为标题 这个时候 请问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修改 记住 做完修改之后 我们要点关闭并套用 因为我现在 我是不是打开一个叫查询编辑器 并不是原本的POWERDIM那个视窗 所以我必须要关闭并套用 好 所以直接点他 你现在再去看一下 订单正常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退货正常了 退货正常 再接下来第三个是什么 销售 销售是不是也正常了 好 请你们先完成资料的标题列设定